说到大英博物馆,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它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两万三千多件 长期沉历的约有两千件 收藏了中国文物,难过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 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课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器等饰品 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介绍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悠久的文明 此次晚清百态特展 集结了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 甚至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中国晚清产品 是全球首个涵盖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的大型特展 它将以近代人物的故事来展现中国非凡的韧性和创造力 从1796年到1912年 在不断的民间起义和对外战争之后 清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覆灭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专制也就此终止 然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科技 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也孕育了非凡的创造力 展览围绕着宫廷 军事 艺术 日常生活 以及全球交流的五个主题探讨 十九世纪的中国的人物和社会白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的中国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